大家好,我是國道路況預報員東宏 接下來為各位說明今天上午的交通狀況 以及廉價期間國道的疏導措施 直到今天上午9點為止 國道的交通量已經累積至18百萬車公里 高工局預估,今日全日的交通量 將會累積至90百萬車公里 而國五的部分,國五雪碎的通過量 目前已經累積至1535兩次 那與去年的同時期相比,大約增加了0.04% 接下來說明全台各地的國道路況 首先是北部地區 北部地區目前的路況大致是正常的 中部地區的部分在早上彰化系統路段南向的時候 有發生一起事故,目前已經排除 那其餘的路況大約是正常的 而南部地區以及國五 目前的交通狀況也都是正常的 接下來說明今天的路況預測 首先是北部地區 北部地區國五南向的南港系統自頭城路段 以及國一的陽梅至新竹路段 在早上的時候會有車多雍色的趨勢 而雍色的情況大約會持續到晚上才會輸解 另外國三南向的土城至關系路段 則是早上的時候會有車多雍色的情形 中部地區國一的彰化系統自浦岩系統路段 在早上的時候會有車多雍色的情形 而雍色的情況會持續到晚上 大約下午才會輸解 另外國三的南向快關自霧峰路段 以及國六的舊正至國興路段 則是在早上的時候會有車多雍色的情形 接著南部地區 南部地區國一南向的大灣制路足路段 以及國石西向的人武制左營路段 會有車多的趨勢 接著說明國道連續假期期間的春節的疏導措施 首先從初一到初三 國五的南向的南港系統 在早上六點以及到中午的十二點 會實施高神載管制 另外從初三到初五 北向的國五的北向 蘇澳宜蘭羅東同城等路段 在下午的兩點至晚上九點 會實施高神載管制 接著是雜道封閉管制措施 從小年夜一直到初三 國五的南向時定跟平靈 在凌晨的零點到中午的十二點 會實施雜道封閉 另外初一到初三 國一的南向的樸延系統以及平正系統 全天候會實施打到封閉 接著說明廉價期間的收費措施 廉價期間國道全天候採取單一費率 那凌晨零點到五點是實施暫停收費 另外國三新竹到燕巢系統 是單一費率在打八折 最後高工局提醒各位用路人 離駕期間可以多利用公共運輸工具 小年夜到初三 南向的民眾可以利用下午的時段出發 然後初三到初五 北向的民眾可以利用上午的時段出發 那另外今天凌晨的時候 國三大約在371公里處發生了一集A1事故 然後是兩輛小客車的追撞 那有一位駕駛朋友就是沒有寄安全帶 因此他翻出車 然後被後方的車輛追撞致死 那也提醒各位用路人 而今天也是有零星的贈語 那提醒用路人 廉價的時候要保持安全車具 然後要記得要記上安全帶 那高工局祝各位廉價行車平安 然後再次請零星절 保持人員 不用客人 任務 那